有人说小城算黑热会吗 他又不是黑热会 那赵三尔就是普通老百姓 他是存存的 只不过他没被打击掉 2000年左右 事实上杜城在05年之后 做大做强之后 他就不咋跟这帮兄弟参与 因为那时候国情就需要了 说你要做大做啥 你要继续整那样 他帮着普正做生意 你要再跟这帮流氓子混到一起 小城也容易舍 但咱们讲的2000年开始 这时候杜城帮着普正大哥 干啥事呢 就干天津港跟华运公司 包括上海的那边上海港 大连还有大连港 这时候买卖走上正轨 杜城一天 哥们围绕着杜城 跟杜城好的都有谁 金利老黑 咱们之前回一回 老黑是山东的 都跟杜城混 金利那时候就已经是大哥了 资产上亿了 小城的兄弟资产都上亿 那个金利在广州有金利大酒店 里面有赌场 那时候一年的赌场 整个几千万相玩 你包括当时这个远南 跑路的远南也到这个北京 在杜城底下 那两年 远南过点好的生活 还有谁呢 你比如说王荣江 你比如说吉林市的张蓝 王荣江是哈吉店老总 这个跟志哥好 后来认识杜城 吉林市的张蓝 那是纯纯杜城的小地儿 张二哥 黄家黄家老板 那为什么有人说 这些人都跟杜城好呢 以杜城为核心呢 那咱就要说一说 因为这些大哥 你像王荣江资产上百亿了 哈吉店多牛逼啊 那资产上百亿 只要轮船上 飞机上你用的这个电机 那你全得靠赢紧这个哈吉店出 王荣江也和气 说他妈的咱们不靠杜城挣钱呢 说有一天我这个贪杀事的话 如果我要死刑 那可能死缓 我要死缓可能有期 都想怕自己出事嘛 你就现在这个马云啥的 你看现在挺好 我说不好听的话 你知道你明天咋回事啊 是不是 但是这个金利老黑的玩意儿 金利不差钱 这老黑啊 人男的都没有钱 都行的靠那个小城挣点钱啊 这时候咱得说是小城啊 该说不说 小城的兄弟改北京改上海 改广州出事 那杜城必须管 杜城早期就是非常讲义 九五年末 两千年初的一天 说杜城啊 这个在北京 这个不就落下脚了吗 声音走上 论鬼也不干啥呀 天天就把抠皮挂马子 就是泡马 杜城就是一个 一个爱好啊 就是好色 杜城整个娘们 一整整好几天 也不回家 这帮兄弟找不着他呢 就上智哥家 刘勇的大哥啊 这个智哥 王学志 智哥家有一个四合大院 那是北京那个朝阳区 他爸有一个飞天科技奖 战斗机提速啊 发明了这么一个奖项 奖励他的 一个宅子那时候有不少钱 这一天呢 这不吗 谁呢 家里面都有谁啊 越南一个出去了 啊 越南没在家啊 这个宝哥出去了 屋里剩谁呢 剩老黑跟金利 还有谁呢 啊 还有尹力豪 上海的这个洋枪帮的老大 哎 就列枪帮老大 尹力豪 这都是大哥 单独拿出一个谁都够用 啊 给上海最大的社会 尹力豪 再加上这个金利老黑 啊 然后这个 还有这个大连装和的徐老五 就大连装和的啊 你别看徐老五是大连装和的 那确实牛逼 那他家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 尤其老大 老大给大连后来整一个这个小夫妇 小事事这个级别 人贪污呢 就是上多少钱来的 老铁 挂房产就干两千多套给大连 啊 五哥是宝哥的兄弟啊 这是双宝 宝哥的兄弟 哎 这不吗 呆人没啥事 谁来了呢 外面来人了啊 进来一个小子 浑身 他们全是健子肉 哎 长得有棱子 刀条脸 一进屋讲话呢 这都在家不 啊 诚哥呢 大伙一瞅推门的是谁呀 不是别人 啊 德外马三 马东月 北京大哥这个家带的好兄弟 因为马三吧 他不能严格来说是家带的小老弟 马三跟家带是发小 一起玩 马三是比家带岁数大 马三没啥大钱啊 打仗挺勇猛 北京四大猛人 马三啊 什么白小行 啊 包括这个黑宝子 这马三挺不狠 来玩来了 没啥事啊 因为马三给家带在北京办事 北京家带不有表行吗 东西表行吗 哎 有时候男来送姐的说的 你看 大哥 我这上北京了 哎呀 我在那个深圳 那啥吧 让家带 让让那个 让我兄弟 让哥们马三招待你吧 哎 马三就对接这些事 住京办事处主任吧 相当于啊 领着家带的朋友 可哪参观呢 上一和园呢 看那个生活期啊 吃吃喝喝啊 等等吧 这一天 马三一进屋啊 大伙一瞅 三哥来了 三哥岁又大呀 啊 金丽啊 不知道什么时候 是这屋里面的这个老大 哎 因为杜城啊 手下的大管家 所有的买卖名项 基本上都在金丽名项 哎 金丽帮着张老师 不像老黑冲动 啥也不是 打仗行 金丽有脑袋 因为 改广州大酒店 亿万富豪 金丽一瞅 哎呀 三哥来了 找谁 找志哥 不找志哥 找那个成哥呢 成哥也没带啊 哎呀 成哥好像出去了 一早上 这个陶强司机 开车拉他走了 陶强 是御用的警卫员啊 小陈呢 上哪都 上车所都帮着 把着那种 哎呀 这陶强干啥去了 没事 不到干啥去了 成哥两天没回来 啊 这不马三三哥 就来结果了吗 我给陶强打电话 我看看陶强干啥 马三八八八 给电话打给陶强来 哎 陶强干啥呢 老铁 原来啊 不成啊 泡个马子 改那马子家 岁两天了 就不走 哎 陶强没招啊 那你 你说老大 改上面吃饭 有时候就等着 司机嘛 保镖嘛 上一马子家来 你上宾馆 还能给对面 开个包房 你上一家来 那个陶强 不能上楼啊 就得给楼下手的 那不定啥时候 渡城下楼啊 你得接我出去 哎 陶强挺到心 你说大哥在楼上黑黑的 我是天天赶车里一尾 哎 哎呀 谁啊 三哥 好想啊 在哪呢 三哥 哎呀 我他妈在外面 跟城哥办事 你城哥呢 城哥这不是认识个娘们吗 练体操的 好像是哪个队 二队下的 身材挺好的 改运家就不睡两天了 城哥 啥时候回来 不知道啊 当我估计再多一天吧 城哥玩哪个娘们 最多最多三天啊 今天都两天两宿了 我这他妈的也不在宾馆 我能开个房间 我还不敢走 随随地 城哥打电话 让我出去 我还得出去 行了 电话一撂 马三一笑 大伙讲话 城哥干啥去呢 哎呀 城哥泡个娘们 改人家睡觉呢 啊 这个底下 一把淘墙给站岗了呢 哈哈 大伙一听也笑 因为杜城号这个 这宝哥呢 宝哥好像出去了 跟王彦军出去干啥去 宝哥有个司机保镖吗 王彦军 就这帮小子来 大伙干点啥呀 大白天呢 下午了 马上讲话呢 都城 该外面黑黑 咱也出去黑黑去呗 找个地方玩儿娘们 玩会儿呗 三哥上哪呀 基地讲话呢 这么的三哥 北京城我们也不熟 我们是广州的 你这么的 北京城你挑个地方 完了 我请这 金利有钱呢 我不说吗 金利那个赌场一年 就挣个一把 他有钱 这帮比养的 他 引力好 他俩都有钱 老黑都几个穷 所以 许老五 还有点钱啊 那啥 出去玩 那个我安排 马上一听 马上讲话 我安排也行 没几个钱呀 这帮哥们 给我出的不错呀 就我一个外人 那个我倒有个好地方啊 大伙看看去不去啊 啥地方 天人间不行 那唱歌默契啊 咱来直通的 那个那哪 北京那个朝阳 有个朝阳街那块 有一个买卖啊 叫金沙 金沙水会 哎 这个去年新开的 老好 大伙讲话什么地方 西桃的地方 玩过呀 马三一笑 马三那也结婚了 有孩子 三哥也送 我都没玩过 我他妈去两次 我跟他妈加带去 啊 加带上两次 回北京办事吧 领着这帮哥们去 我招待客户 我干去 完了我基本上也没好意走啊 大伙一听 那你知道好不好 好 老漂亮 服务员都带劲 那他写的跟等于呢 五个人 金利 老黑 再加上引力好 再加上装持的徐老五 再加上那个 马三 你看这五个人 老铁 操他妈这五个人操一起去了啊 开着两台车 就奔这个 我说这个金沙水会了啊 金沙水会当时占地面积一万来平 三成 老大和西域了 这么说吧 改北京城不最大 但是改朝阳区域 他就算是最大的 里面大官显贵 当年呢 去了不少江湖人士啥的 这不吗 马三 领这帮人来了 几点去的 那个人去的时候都已经六点多了 到外面吃点饭 可能就七八点 大伙穿衣服一进去 这个金沙水会的消费也非常高啊 两千年 咱们老百姓洗澡啊 可能也就五块钱啊 一块五块钱 十块钱 一味就不错了 搓澡带着自己走进你老铁啊 对吧 那你看 金利他们来的这个地方 就你进入喝个茶 说你洗个澡啊 吃点水果 搓个澡 二十五块钱 那就三五百块钱 那个年代老百姓一月工资 就消费非常非常非常够用了 这不这帮大哥来了吗 金利说安排 马上说 行行行 我安排吧 到北京来了啊 我安排 这大伙到门口 到门口呢 忙得一进呢 人家里面服务员非常带劲的 都穿着大膝袍 一米七多的大个啊 欢迎光临金沙水会 这不都进屋了吗 干啥洗澡啊 换了手牌 大伙就往那个洗澡那里面去 一楼洗澡 二楼是这个按摩 三楼还有那个更多的玩的娱乐东西 来到一楼洗完澡 咱们这个闲话少去 洗完澡他们来干啥 他们来黑黑的了吗 这不 洗完澡呢 这找服务员 夫人 大哥 你家有没有那个按摩的啥的啊 其实说是按摩的 其实大伙都懂啊 就是干啥的 你说两千年内功这全国来说 这方面也挺盛行 小粉丝满地都是的 你说事也明白 大哥 咱家有老好了 你要台北的都有 东北都有 这广东都有 马上一瞅清啊 那啥 找个那啥 找一包看看那个把祭司领过来啊 看看 不待一会儿啊 你给你找人去了 这个会儿还有服务员啊 马上就问了 哥们 你家那个咋收费啊 马上要请客吗 新出点血吗 马上没大钱 有事啊 加带给他拿 哎 马上两话哥们 小声说的 你家祭司咋收费的啊 服务员一瞅 大哥 咱家呢 分一二三打 呃 这个起步价 一千八百八 两千八百八 三千八百八 三个打 老铁听这个名 要是总去的 这种厂子 就知道服务啥样 说一千八百八的吧 是快活 两千八百八的呢 就是啊 跟你 加点活 说三千八百八 在两千八百的基础上 然后就是可以过夜 哎 就你一瞅 咋玩都行啊 马上一行是五个人 三千八八算四千一位 四五两万 洗个澡两万啊 差什么 为啥混热会 混热会有好处啊 哎 这马上两万 你妈四个人两万 我安排了 今天 那个叫几个交单好的啊 这不嘛 人家就出去叫人去了 隔了大概十分钟 来了十来个往那一站 哎 就那个 穿的都是那个 属于啥色的 那个金 银黄色的 那段的那个小肚子 一穿 我跟你说 那点小编号 然后 那个底下小丝袜 大白腿啊 高时行 往那一站 八八八 小这个 选吧 侧面站显瘦啊 完了还挺胸还跑的 大伙这几个人都蒙了一瞅 真好啊 啊 今天讲话了 广东那边 他们个儿啊 这家 北京那边 大牛本地的 还是东北的 都挺好啊 说那那那 那个不客气了 马上讲话了 客气啥呀 跟三哥 来 你找一个 老黑一吵 亲你妈 来老妹 来来 你来 屁股挺大的 来来来来 老黑最没登掉 老黑跟杜城出去玩 都是看见服务员的 拍眼屁股那伙的 这大老黑 这大伙 丁刚全找着 马上也找一个啊 反正收费都一样 也找一个 啊 就洗澡的时候 我跟你说 老老媳妇 这老五都说 别啥 你叫三哥 你叫丽哥呀 咱他妈重新比比个 老黑讲话 比个我也 他妈将一米九啊 老黑一米九啊 啊 因为这里面 装装盒的 徐老五个 就矮 这批一米七不到啊 老五讲话 洗澡 说比啥个啊 你看看 这个谁够大 哎 五个也就有才 这不大伙 一人整个娘们吗 大伙就啊 那马上讲话了 哥们 给找几个包房 啊 我们得分包啊 也不成八八八 给他们找几个包房 这不嘛 那包房 那就是不能讲了 那就恶补一下子吧 你分析一下子 金丽老黑这比较呢 啊 俩月没玩娘们 整个娘们进包房 按摩下 哎 肯定好好按 按得得舒服 三哥当时也整挺好 这不嘛 都玩差不多了 马三吧 属于快枪手 进入几百五分钟左右吧 三哥就完事 呃 哎呀 这他妈包宿啊 三千八百八呀 包宿一宿多强呢 老铁 啊 这这这多少 这马上讲话 不急不玩 后半夜子是时间 三哥躺的个 没啥意思 问问那谁 问老黑干啥 哎 老黑啊 干啥呢 不是 三哥 我他妈最关键时刻 我都冲刺了 你干啥呀 不是 你这妈的 一宿呢 你这 非得这工丁 咋啥呀 不是 那我这关键时刻 你给掐的 哎呀 不是 我都完事半天了 啊 你进去这么一会就完事了 我他妈 那啥 我那个不再 千招会就再一招进 快点行呗 那啥 那个他们完事没 我不知道啊 你这么点啊 那个我要服务商敲门 都进不出来 啊 咱找个大屋子 大伙儿这个 唠嗑待会儿 后半天玩呗 啊 那也行啊 这马三三哥 一般挺损 告诉上三哥 无敲门 你就别玩了啊 那那那该说不说 金利啊 还有那个老五呢 都玩呢 他打大敲门 老五讲话 干啥呀 大哥 你们一个包房 那个叫那个 那个星马 大哥让你们全出来 啊 上08包房去 208 那个屋里 要唠嗑 吃点茶 哈 你妈 那些 徐老五讲话 干几个啥 没整完呢 啊 行了 大伙儿 包括尹利豪啊 您豪哥挺有样 哎 文明流氓 没知事 哎 行了 后半夜有都是时间啊 反正这个马三请客 慢慢玩吧 大伙儿就凑到了一个包房 208包房 你看进这个包房之后啊 这这这这 徐老五讲话 干啥呀 三哥 整一半 这咋起 这安排你一宿呢 那有的是时间 是不是啊 利哥 豪哥 哎 大伙儿在一起唠唠嗑多好 是不是 不是 唠啥呀 这个 哎 你们沾那玩意吗 这这这这这当时吧 你看那个尹利豪 他们都沾那个啥 都沾那个 呃 这个面起子啊 然后一听这玩意挺新颖的 说 咋的 三哥 说那个 鼓的鼓的鼓的那玩意 好好使啊 啊 那就 女的都输不了 哎 这个地方我跟你说 女的都沾 有吗 这些人都沾啊 这有吗 没整过 这他整 三哥整 有啊 我车里有现货 你们要整我去求点 啊那行啊 马三特意下楼上车里面求的吗 马三求的一盒啊 一大盒子 三哥大声拿起来啊 那啥 这个 整点啊 整点 让大伙这个一会儿到时候整两个娘们咱们再回去回去我这我这三千八百八不能白花啊折腾折腾他们呀 很快老铁啊这个五个人这不就整上了吗 哎 八八整上之后这就是有点飘了啊 啊 还没等叫娘们呢出事了 有个服务生吗 也不到是他们这个包房叫的茶水啊喝茶吗老师说来壶茶服务生吗推门就是送茶来的啊 哎呀大哥那个给你们送壶茶啊啊放在吧哎 这服务生认识啊 服务生一看桌子上还有那盒呢 外包装感到扔着你一闻那个味儿啊 还挺香 服务生连伞一遍了 那个大哥 现在整挺严的 你们在这包房里面玩可不行的 咱家包房不要玩这玩意啊 然后你们赶紧把东西收起来吧 我装备瞅着就得了 让我们家管事看起不太好 这话刚说完 你算这屋里面这几个人吧 金利是老实一点的 他属于文明流氓 你利豪算是相对奖励 剩下庄阁徐老五 再加上大老黑三东班老大 再加上马三那有一个奖励的吗 马三一抬头 你马逼啊 啥玩意不能整啊 我他妈就整 咋的 到你妈到你家消费咋的 啥有那么多事呢 这服务生一看 那老黑他妈的身上那都闻的那下人都 一瞅这几个人这长相 那也不傻呀 服务生一瞅 我擦这社会大哥 别折 服务生没 没这声 大哥你们继续 人服务生就退 退退退出来了 退出人服务生就不干了 有人说那就几乎 眼不见心不烦呗 当年闲哥的厂岁 早也不想整啊 那王志去整他没着 他家老板呢 人家的老板啊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个金沙水会的老板 相当有背景 他老爹那里那里那里死了 他老爹活的时候干啥的 一九三几年四几年打日本鬼子的 啊 钻杀日本鬼子 然后这笔呢 姓金啊 叫金少勋 金少勋当时改京城 这个娱乐圈里面 绝对有一号 人家定的规矩 你多大时候干 他整这玩意不行 就不能整这玩意 这不过服务生出来了 一出来就看见经理了 有个经理叫刘立军 不是就刘立冰 刘立冰是他家属于营业部的经理 一瞅 经理 刘经理一瞅 咋的呢 啊 那个经理 那个二零八包房来会客人啊 刚才在里面都玩一圈了 啊 找了几个五个娘们啊 找了 我刚才进屋送茶去 那个屋里面啊 他们跟他整股股股 整股股的那晚上啊 这是我提示他们给我骂出来的 骂出来的 那么牛逼谁啊 一帮社会人 山上文龙画虎的 啊 刘总 我这也不敢吱声 擦你嘛 到咱家 那个 刘立冰嘛 他是个经营馆 经营的 他也不社会 他想去一去 他一听这个服务生说 里面五个人挺呐的 说左青龙右白虎 前逐军后选五 哎 他也没敢动 啊 去去去 咱们保安部去经理教练 啊 哎 这笔一听 哎 我知道了 哎 保安部有个经理 看厂的姓崔叫崔健 跟那个摇滚歌手一个名 啊 北京那个就属于打手呗 人家那个金沙水会的打手 去去去去 叫崔健带点兄弟过来 很快 这服务生就过去叫崔健 有一个这个二楼 金里面那个 有个办公室 哎 屋子里面就是 暖气管子后面都插着钢管子 偏卡那头啊 就职业摆事 屋里面还有十来个小保安 啥的啊 过了一个大哥 脑瓜子还剃个这个兔子啊 喝着水 哎 我崔健看成 啊 咋的了小王 哎呀 崔哥 那个刘总 现在你过去呢 那个二零八包房吧 有一会客人 他们整个鼓鼓的 我们说他不让 给我们骂出来了 流氓子 崔健一听 擦你妈 啊 崔健就领着一帮打手十来个 自己拿着刀拿着棒啊 跟着就过来 改门口看见刘总 哎 刘总站在嘎嘎嘎 哎呀 崔健呢 啊 刘哥 怎么样 操你妈说里面刘老板 给人家服务生骂的 啊 整骨子 不让整 我进去看看 你跟我进去 崔健一听 来活的 走 崔健 八把门一推开 刚推开门啊 映入眼帘的 就是正好 这个马三 他们改那嘎嘎 还整呢 啊 哎 满屋飘的那个味儿 他那玩特殊屋那个味儿 啊 一进屋呼拉十来个人全进来了 看厂全进来了 还拿着钢管子 偏钢子 站在后面呢 啊 这老黑金利 他们巴一抬头 马三讲话了 马三脾气最不好 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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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妈咪 你们干啥的 进入一帮人呢 啊 干啥的 这时候经理啊 毕竟服务场所啊 很客气 对不起啊 那个打扰了 我们是这个 我是这个自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这个咱们金沙水 水会的这个经理 我姓刘 叫刘丽 刘丽兵 啊 这样啊 先生 你们在这屋里面啊 那个玩啥都行啊 但是你们玩这个 你玩这个东西 这不行啊 因为我们这个规矩 检查挺严的啊 然后你们把这个收起来啊 那个算是我打扰你们了 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人家说的没毛病啊 他这一说 这马三瞅瞅看 马三的脾气非常大呀 不是你算干鸡巴啥的呀 还是给你家不能整 你妈比消费是上帝知道不 顾客是上帝懂不懂 啊 还你是经理 你们领域无人进来喝我呢 操你妈的 马上了就给骂了 旁边谁呢 旁边那个装喝 薛老吴也骂人 张队 薛老吴讲话唱 谁说不好使啊 知道我们谁不啊 就跟人家玩怎么的 这上了叮当一对骂 就把这刘利 刘利兵啊 就给骂老师 他经理 他没多大胆 刘利兵一笑 一瞅 他动稳的不行啊 刘利兵回头瞅瞅这个崔剑 崔剑呢 你来吧 你看场子吧 这事你来吧 这时候大伙上眼一瞧 崔剑往前上两步 哥们 你们基本哪的呀 玩社会的呀 从你不向北京的你们 哥们告诉你啊 能玩就玩 不玩削逼听着买单走人啊 知道不 这不是你们仨爷的地方 打听打听金沙嘴会才干的啊 我这看场子我姓崔剑崔剑啊 听明白吗 绝对有气质 人后面那几个小马仔啊 都拿着骗卡子往前一上 但是他们喝错人了 这部里这帮比养的 谁能被他喝着我 他说完之后 别人没这声 马三不安排吗 马三算东道主 马三一笑 你妈逼的 逼崽子 跟你家妈还不好使 你知我谁不 你谁也不行啊 唱你妈 得外马中月 马三是我 知道不 不认识我呀 你妈 我来你家多少次 得外马三 我叫马中月 不好使 操你妈 都是给人家砸的 三个就开骂 说到德外 马三跟你说 北京城他比家旦的名气要大 要是混社会这块啊 人是有战绩的 哎 九四年嘛 指南真乐队的这个主唱 罗奇就那女的唱摇滚的 不在这个 北京的一个酒吧 买的北京人吗 挣北京人的钱 买的北京人 马三当时酒瓶了一砸 自己演个砸瞎了嘛 很多年以后 就是有一个舞台啊 演那个当年的明星啥 那个罗奇出来了 那只演就马三砸瞎了 马三一喝 这笔一瞅 哎呀 吹剑一瞅 一笑 哎呀 哎呀呀呀 不知道啊 三哥呀 有名 马三也来过 三哥呀 马三一瞅 知道了吧 知道谁了吧 赶滚啊 灵状必然喝谁呢 滚毒啊 三哥 没看出来 三哥 平常跟代哥家代 没少来 是不是 我记住你的 对呀 来什么五六四了 走到你家消费多钱了 那个三哥 别说你了 啊 你问问你大哥家代 啊 家代来也得遵守我们的规矩 上我们经常来的啊 还有这个北京的大哥严精 啊 还有这个西之门大象 你再加上这个北京的杜杂杜云波 啊 你包括哈生 这些大哥哪个来 哪个也没破坏规矩啊 啊 啥意思 人家说的话吧 挺含蓄 就是那意思 你别说你小小的马三 你大哥家代来是啥呀 再说他妈的杜杂杜云波 北京成第一大哥的 啊 那来他妈谁破坏这规矩 哈生 你跟哈生都比不了 马三跟哈生比不了 哈生有名有钱的 所以你那意思 你跟哈生都比不了 你还小逼天的装啥 大嘴 你就这个意思啊 这话他们一说老体啊 好说不好听啊 当时当着金利老黑 引力豪这么多人的面 马三的脸 唰就红了 能说人话不 啊 你他妈会说话 我操你妈信不信跟你砸的 啊 眼睛吹剑也没关 吹牛逼 哥们 我们老板 他妈是谁 你不知道可能啊 来你砸一下试试 来来来 你牛逼你砸的 啊今天你都砸的 你说你牛逼 眼睛屋里兄妹二来个呢 拿着片桿子当管的呢 这时候他们马三也被人喝一下子啊 没这事 旁边谁呢 装喝的徐老五 五哥不干了 眼睛五哥那脾气要给大连找砸了 金利吧 算挺压实 行了 三个 拉倒吧 拉倒吧 马三讲 不是他他妈会说人话不 他他买的谁呢 挤的谁呢 金利旁边那个老黑啊 就是徐老五啊 徐老五拿着一个一个这个屋里烟灰缸 照着屋里大屏幕电视 啪 就扔过去了 操你妈 操你妈 啪 一个大屏幕电视就干碎了 大屏幕一碎 旁边谁呀 旁边崔剑也 不不惯着你呀 哎呦操 敢砸我爹啊 来 够他 这时候眼睛那个崔剑就说动手了 那你看啊 崔剑上去就奔着个大连装河徐老五过去 上去一搂拨他准备搂拨来个亲马 啊 结果他妈那个装河徐老五五哥吧 个矮一米七一 五哥一缩脖 那就变成一米六了 干门没搂着脖子 五哥也领下话 回手 操你妈 你敢打我 啪 五哥下沟来个掏炮 照着崔剑的下巴盒子 啪 操你妈 哎 砍他 你说砍他啊 后面这帮小拿狗爸拿偏砍 他干过我们的 七东老铁一个小拿狗爸 操你妈 奔谁去奔马三去 竹生保安啥的啊 那这一棒子老铁他拿着狗爸 砸下去之后 哎呦操你们 竹生讲话 我搞爸呢 我搞爸呢 马三拿着狗爸 你老头你他妈打我 我马三马中学 啪 马三把狗爸想去了 有人说这么厉害啊 这里面的人物就跟你随狐里面 你那个李奎 他妈的武松一打小兵一样啊 那老黑多猛啊 打仗 一是二百来斤 那能坐死一个人 那个大连装车 学老五是个儿就矮 但这批闷闷闷的就是渴 那马三多狠呢 那马三一人都敢干十个二十个 这里面引力豪吧 就算稍微弱一点打仗 引力豪拿枪不行啊 拿枪裂肯没枪不行 旁边金利基本不打打仗 金利讲话干啥的干啥的 马三讲话去你妈 啪 贴喜 贴啊 几搞爸干到好几个 后面更多的兄弟拿着刀 啥的就上了 这个金利啊 后面的谁引力豪 一看去你妈 底下有个小刀头棍 举血棍 啪的撇出去了 大伙儿操 你妈咳咳咳咳 啪的啪的 屋里面凳子乱飞 两伙儿就干起来 但是你看啊 干起来是干起来的 外面这个崔剑 领着二十多人 拿着搞爸骗到我的啊 钢管 老铁很快就败下这里 因为我说这几个人啊 都算是大将 连凳子带烟灰杆 带几个抢的搞爸啊 这几个小一顿轮 把这个吹剑 他们全给轮出去 劈了 趴了 干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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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你妈大哥 这真猛的大哥 哎 这时候有个小就感觉不好了 操你妈太猛了 这打不过他们呀 一提五 这玩意都啊 啊 金利讲话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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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拉不住 这时候 徐老五跟谁 跟马三 就冲到走廊了 这帮逼养的 二十来个人就跑一半了 都跑叫人去了 快快快快叫人去 马三很顺利的走到这个 躺在地上的啊 就是这个催剑 啊 拿着狗爸 你妈比哑 你连温都打 你认识 你三爷 哎呀 胳膊消失 正消失的胳膊 这小子呢啊 楼下的服务生 还有保安 还有呢 停车场 还有呢 啊 给楼下喊 快快快 给臭家伙 上楼 楼上打仗了 给咱经理打了 给崔哥打了 从停车场 或者后厨 八台啊 或者楼上的服务员 四面八方 有哪几个饭盆的 有哪几个赶门帐的啊 后厨的有一天做饭啊 有拿几个片扛 砍刀的 瞬间冲出了 又冲出了四五十人 就是除了女的 基本上男性都上了 啊 这时候这个马三 跟基本上谁 跟那个徐老五赶子走 了 操你了 还有谁啊 你们来 来一个打你一个 呼啦的再看 当当当当当 不用坐电梯 跑楼梯就跑上来了 一大梦 呼啦老人来 啊 这经历一丑完了 这你妈比不要吃锅吗 经历没动手 从头到尾 经历没动手呢 还 四个人给打 打跑了 经历讲话 老黑啊 老五 消停点吧 三哥 三哥 别惹事的 三哥 马三讲话 哎呀 毕严的 又来一帮员啊 好你妈 捡起走廊 有个凳子啊 啪的铁出去了 直接冲出去了啊 拿着砍刀 巴巴上就砍 旁边的徐老五一瞅 翘你妈的 这个 我三哥的上了啊 徐老五也捡起了 狗巴上去 啪啪的轮 老铁那 眼力豪也猛啊 眼力豪跟这位大老黑 也上去 但是老铁 那个豪虎 家不是群狼啊 啊 那人太多了 越打人越多 可能后来 那个女的都上了 银家 技师都上了 引起公愤了 可能客人都揍她 后来 这个马三就感觉 他拿着个刀啊 就砍下去之后 啊 就感觉脑袋 嗡嗡嗡 四五个保安 拿着个胶皮棍子 里面戴着钢筋 罩到马三的脑袋 啪啪啪 马三就感觉脑瓜 一片眩晕 啊 三哥就倒地了 紧接着老黑 背一个大肥脚 踹什么 贴墙上 四五个 有人说 那打接着 你说抱脚 就抱脚 你看打那个 啊 就是那个 敖外那时候 就这帮小逼胆子 人多呀 抱着俩 抱腿的 俩抱脚的 啊 啪 给老黑 给老黑摁倒了 给老黑摁倒了 紧接就是这个 徐老五啊 徐老五 一乱刀 钉钢就给砍倒了 全都吃亏了 精力没动手 精力都被干倒了 很顺利的啊 也就是说实话 打了那有三四分钟 打不动了一点 当时撂倒了 那帮人 那都没有反抗能力了 都压身上 那棒都引上了 紧接着崔健 起来了 啊 崔健胳膊 被打骨折了啊 一无胳膊 马三啊 你跟我俩玩这个啊 今天你贪事了啊 敢打我们店 打我们兄弟 你等着吧啊 给他们整保安室去 这帮人 架着当时金力老黑啊 包括马三 就给他架拿下来 架后面这个保安室 你看等来到保安室 啊 这时候给他们看着 那个阿拉拉 也动他不了了 给你推荐 就拿电话 给老板打电话 就给金沙水会的老板 我说了 啊 他叫金绍勋 啊 888打电话给勋哥 勋哥给江湖人 管的叫二哥的 哎 那个勋哥 啊 我崔健 啊 崔健呢 咋的呢 勋哥 咱家出事了 咱家的出啥事 咱们的呢 我说哥 那个 那谁 那个 打仗了 那个家带有个兄弟 叫马三 你知道不 来过 家带兄弟马三 我知道啊 那不得拜马三吗 马三领着一帮人 四五个 到这家来玩的 啊 给这屋里面 他妈的玩玩女的 他鼓的那几个玩 没劲品 然后服务生进去 啊 他不听 然后我进屋 啊 我跟那个刘哥 我进屋 然后给咱一顿妈 动手 他们先动的手 砸电视 然后咱们给揍了 打啥样 哥 咱们没打地 把这兄弟们 他挺挺猛 唱的啊 打倒咱吃他个 但咱人多呀 四个多人 啊 人海战术 给他们全撩倒了 啊 也没打地 反正基本都外伤 哥 咋办呢 啊 家带的兄弟 嗯 没事啊 那个别打了 嗯 我找家带 你们别管啊 这事 因为北京家带也挺大 知道不 北京家带当时 我跟你说 在北京那个 别看他给深圳混 北京家带他哥 尹小勇哥 该北京呢 那是谁都知道 那那么宰相呢 那他宰相哪 就是非常牛逼 也知道这个人啊 他俩还认识 这金绍勋跟家带还认识 金绍勋一听 行了 打就打了吧 他们破坏规矩 他们破坏规矩在先 嗯 我给他这个大哥家带打电话 嗯 再处理一下 你先看着点他 嗯 他巴巴巴就打给谁了 就打给家带了 家带不在北京 他在深圳啊 罗湖那一片嘛 单枪匹马 从罗湖说的就是家带 家带的罗湖那边有公司啊 晚上这时候八九点钟 家带接电话 哎 嗯 家带长得挺帅啊 有人说 翘不过白行 白小白小行啊 这个帅不过家带 那说的就是家带 非常精神 长得像香港明星似的 哎 代弟啊 你好啊 他比家带岁少大 你好啊 代弟啊 呃 你是 我是这个北京那个金沙水会的 这个金绍勋的 你勋哥 哎呀 哎呀 勋哥 你好你好 你好啊 这个勋哥有事吗 你那个兄弟马三 领着一帮人上我们家玩玩的 啊 然后玩完女的赶紧等不良时后 啊 你不知道我家不想等他玩什么 我家带总去啊 啊 那我知道 啊 非得要整 给我们家人骂了 这保安那跟他们就干起来了 打起来了 啊 可能也没惯着他们 就这个事 打起来了 怎么样人呢 啊 都没啥大事 皮外伤吗 然后把人家厂子砸了 你看看家带 你看看你方便的话 你过来一趟 看看该赔偿赔偿 咱们哥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 我就不说啥了 你看看损失啥的 你给拿点钱 啊 然后这个把他们领走 看看病格呢 哎 不是 那个 勋哥 家带有点惹不起的啊 听好了啊 家带不能有事就找小勇哥 那个勋哥 那个 我兄弟要是没差事吧 我现在在深圳 你先给我个面子 把人放了 让他们去看个病 回头这个赔偿都好说啊 我家带也不差钱 你也不差这个钱 我上那蓬蓬厂都有了 是不是 兄哥 那也行 啊 没说了 家带啊 那我让我兄弟给他们放了 然后回头啊 啥时候回北京 你看看吧 啊 这损失啥的 完了你看看怎么整啊 谢谢行啊 好好好 哎 谢谢兄哥 操你妈金少群都不知道他贪事 家带不是有事 家带当时给马三打电话 打不通 一金少群就给这个崔健打电话 啊 崔健呢 哎 兄哥 那个我给家带打电话呢 你给他们放了吧 回头让家带给咱们赔偿一下子 啊 或者他们有那个啥 有钱让他们买单 把这个损失给找找得了 啊 别别难为他们了 行 哥 那我知道了 崔健一看 在朝手地上 这一个一个不服的这个马三啊 大老黑 那啥时候吃不正回呀 引力好 上海洋枪 我我枪队队长 那他妈的相当于太原力满铃的那头 啊 老黑三刀邦大哥 广州金利大酒店的老板 啊 庄和虚老五 北京马三算是罪面的 在里面说实话 没有钱 这几个人一个一个哑泥一横了 眼睛推荐讲话呢 啊 马三啊 我大哥给你大哥打电话了 然后呢 你大哥的意思啊 让你们把单买了 把这个赔偿啊 赔了 然后就不难为你们 你们大哥以后自己处理 看看 咱家损失多钱 哎 那兄弟一看 大哥 电视砸了 他这大话王啊 也就一万块钱 足以板斗不值钱 然后这个 他们消费是两万啊 四个找四个 我也找五个金 这手一推荐一手 弄三万块钱吧 嗯 弄三万块钱 你们就可以走了 这推荐当时说完话 该说不说 金利是压事值 金利一看 先走了要紧啊 别给大家再干账 这不吗 金利领着这帮人 互相搀扶着啊 一个搀一个 来到楼下 金利拿包啊 因为那个马三被打不呛 那手机都打碎了 哎 他也就把钱包可能打没了啊 金利买的单 把三万 把钱往那一放 你把他一手 挺秒事的啊 你们可以走了 这几个大哥呀 第一脑瓜子 算钱脑瓜就出来 老体啊 你看他们出来 这不金利就拿电话 都给医院看病呢 该就封签封签 那谁那个 老黑甚至哀嚎一斗 剩许老五 他们没大伤 这不金利打电话 给小城呢 那杜城干啥呢 在北京当时也是朝阳区 一个马子讲啊 就赶人家睡觉的 老人两天了 不下楼 吃喝都淘强给送上去 淘强给车里面待着 电话打了 杜城他妈 刚一般完事啊 喂 谁呀 杜城 城哥 我要金利 卧槽 金利啊 咋的了 城哥 你上哪了这两天 找不着你 别急把废话 我跑跑皮 咋个事啊 咋个事啊 说 城哥 操他妈的 哥几个安消了呗 贼他妈憋叫 在北京城 你说咱哥什么安消了 你说 除我安消都无所谓 城哥 主要你面子受到挑战了 你这不给面子了 哎 消呢 谁打 哥 我们上那个一个水会那个洗澡 啊 然后那个三哥要请客 三哥整点骨子 我们就整一会儿 这不他妈就去不要 说不让不让 干 打了 打过枪 你们这帮废啊 他妈天天愁 不怕愁死 啊 再说了 那他妈那没提过肚成 城哥 打上谁想起你这事 这不挨揍了吗 你妈比你们几个啥也不是啊 那你们去五六个人就去见一个咋的啊 哥就别闹了 你上医院了吧 你来吧 咱见面戏说吧 等着 擦 不上点话 这帮兄弟怎么几败也揍呢 元南怎么去呢 元南出去了 跟你一样两天没回来了 听说就把东北的洒滑子过身 元南回去给他兄弟过身去了 擦 行了 好想啊 城哥 改楼下等我 我现在回去上医院 操他妈的 朝阳医院 老黑他们挨揍了 啊 老黑挨揍了 等着吧 见面再说 小城下楼了 废话不多说 陶庆开车拉着小城到医院 一到医院 各顶这儿啊 那老黑胳膊都背上了啊 掉活的 啊 这各顶这儿 这反正逼 逼行连动吧 徐老五打 打鼓腔一压 那都眼泡啊 这马三三哥打的那个脸颊都激动了啊 就都这样的啊 徐城一进入 哎呦我操你妈的 你们不打这鼻牙 啊 去你妈的 宝哥 干哪呢 我那边会朋友呢 尝尝啥的 你妈比你会啥朋友 你那兄弟老五眼 应该打的都变成老六了 操 你赶紧来吧 啊 给医院呢 啥晚上 打我兄弟啊 你快点来吧 操人医院你过来吧 见面来说我也不到 我刚到 宝哥这笔最糊涂的老鸡啊 那吴双宝 那双战大哥的这个弟弟 吴双宝 他哥哥是谁 是全国小五哥的总票棒子 一把手 宝哥河南人啊 河南老家 宝哥马上带着司机王爷就 也往这边赶 这时候都成就问 啊 说马三 你妈妈比这五六个人 你们这都 打了挺猛的 你们你们 你们废物啊 全军覆没啊 这时候老黑赶紧嘎的 老五啊 那个 诚哥 不是我们被干了 对面 让我们打的更疾巴惨 对面让我们打过枪 别蹭牛逼了 不是真的 你问问三哥 马上一瞅 诚哥 确实啊 那对面要我们打蒙了 啊 然后 我们先打着他吧 二来人 我们五人 打二十多人 就够牛逼的了 后来他来 他人太多了 他四五十人 他他 他他车海 他他人海战术 那谁能打过 那十个人搬你腿 你行啊 诚哥 这是我们是实在打不过的 才半夜阵来 这把催牛逼 正说话呢 老铁 远南回东北的可能 宝哥也到了 宝哥一进入 咋的浪 这边老五 宝哥 哎呦我操你 你说打蒙了 宝哥 哎呦老五 你妈比谁打我兄弟 宝哥 成哥 兄弟家伙 都眼可了 你这这俩大哥 你们干北京 你这混的也不行的 你妈比 小的 谁 啊 成啊 今天谁小的 兄弟 哪个掌子 给砸的 我成家 操着鸡巴 操着 啊 就你兄弟能吹牛逼 行了 我打电话 喂 这广啊 广哥 这么点啊 这个北京这边有一个金金沙水会啊 你这么点 你用最快的速度啊 到那块把它给我围上 啊 金沙水会 成哥 金沙水会老板挺牛逼的 叫二哥哥 叫什么金什么循 再加上他给六三门非常有缘 有缘多鸡猛 有人干呢 操你吗 有人咋的 谁没赢啊 我就这么一说 行了 那听过杜成的故事都知道杜成是啥人 杜成啊 叫不吃崔 宝哥那绰号记得不 宝哥叫惹不起 一个不吃崔 一个惹不起的兄弟 你看后果啥呀 崔之广呢 原来是这个北京市六三门的一个 五教员 他内部人 相当于八十万 万军林聪那个教员 然后后来因为伪记被被那啥被开除了 崔之广走向犯罪道路 混社会 广哥的手下兄弟一般超过二十五岁的都很少 十八九的小孩 哎 穿着小片片什么 基本小片席啊 小鸡肠裤啊 小衬衫或者就把刮了骨灶的啊 光芒搬背心 胳膊全是温龙画虎的脑瓜全是红头 黄头啊 然后左手统一戴手套 仅仅混了两年 他从九七年到混到九九年 这笔就混成一把大哥 然后北京这些老炮 我这么说吧 相当于吉林市杀老六 赶吉林市的江湖地位 懂不 就是老炮他谁也不屌 你爱几乎谁谁 我不屌你什么杜打杜因不热 你爱几乎谁谁 打仗狠的人多呀 广哥当时确实啊 赶小城这个手下绝对是那一员汉将 这不是打给崔之王广哥呢 曾经三五百人围过一个大厦 两千两二年 有人说他兄弟那么多呢 他有最多的时候有四五十家物业 哪个物业公司没有保安呢 不用多 一个物业公司找十个保安 十个公司就是一百个 他十家物业 老铁找四五百人是不正常 而且保安清一色的招装 还很快 废话不多说 崔志广当时一个电话就打给北京的各大 朝阳区本身就有物业公司 在家丰台区的 谁呀 赶紧结合兄弟 带上家伙事 上了个金沙水会门口 集合对对对 帮成哥打仗去 崔志广打电话 手下兄弟傅伟就开始张罗 很快在朝阳区的流氓就往那边去了 咱再说 小成他们打完电话 成哥跟宝贝一瞅 走吧 咱先过去看看去 你们看看啥情况 打咱兄弟 多大时候北京 多大时候不能打我兄弟 很快 小成带着当时这个 基里老黑他们受伤也不严弄 在家马三 他们就来到这个 金沙水会的门口了 他们先到了 这时候并没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但很快 门口人越聚越多 朝阳区崔志广的物业公司的兄弟就到了 什么志广物业 十个八个的面包吃 八把往下一下 全小鸡仓库 各的个小纹身刮了骨骚的 哎呀 又帮成哥打仗了 差他妈 该北京一打仗就找完了 啊 哎呀 那不成哥吗 成哥成哥 哎 这时候就四五十人了 就跟成哥摆手啊 一摆手 成哥 小成叼咽咽 在门口瞅瞅 啊 来了兄弟 你广哥呢 广哥没到呢成哥 咋的啊 咋鸡毛咋 等会你广哥来的 啊 一会随着广来来说 哎 好了成哥 哎 总结不打仗都认成哥了 啊 很快啊 门口就聚集了 得有一百来人 焦越南当天回东美了 没去 门口越聚人又多 越聚人又多 马上讲话了 成哥 操你妈 进屋咋的得了呗 啊 别着急 啊 等会崔子广来的啊 人最多的时候的 但这时候崔子广还没到 里面的经理保安就看见了 保安一瞅 你妈比门口来这么多流氓了 那你去开买呗 你家门口来好几十辆车 下来一百多流氓的 你也肯定看到了 这保安一瞅 我得告诉老板 登登登登登登登 上楼上了 啊 你去看看去吧 那门口来老多流氓了 一百多人 好像要砸人家店 啊 健哥 你去看看去 咱楼下被一百多流氓围了 崔先生一瞅 刚打完仗了 没别人的 马三 操你妈马松月 我小看他了 这笔领流氓咋去 走下去看看去 崔健也领人往下走 正好走到门口啊 就碰你当时刘经理的 干啥去 刘哥 妈比的给那个马松月 马三打了 好像领流氓围人家店 要咋店 我能要咋吗 别去 我爬床看见了 一百多人 操你妈的 能打怪啊 整死你都 那那那 看他们咋咋吧 别着急 我给老板打电话 说给老板呢 刘绍勋打电话 这时候这个刘经理啊 就给金绍勋打电话啊 给老金 楼下 这工程 崔之广也到了 崔之广 刚下车子啊 崔之广一身小西服 长得挺有特点 小个不高 这个还长个骚雾子 广哥一下车子 底下修了 广哥 广哥 讲话呢 一笑 一身小西装 诚哥 啊 你比上次玩五分钟 知道不 诚哥 别着急呀 开咋呗 刚刚说开咋 那咱们说里面 这个事 这个刘经理啊 您看不好 拿电话就不给谁了 就不给他们的老板 我说这个金绍勋了啊 金绍勋 我说他爸是干啥的 事实上就是老红啊 四几年打 打日本鬼 那时候 他爸也没想杀日本鬼的啊 就老人老人 但他爸没了 电话打给金绍勋 金绍勋在外面会朋友呢啊 就接电话 诶 谁啊 啊 大刘啊 啊 轻哥 金绍勋四度了 轻哥 那个出点事 啥事啊 不刚才打仗的事 我都解决了吗 啊 那个 你给家带打电话了啊 然后家带把马三这不整走了吗 啊 现在门口来人了 啊 应该是马三找人 来了一百多流氓了 全拿钢管的骗卡的啊 我没戏手 可能有枪 把人家电给围了 要砸 什么 你妈 比这家带疯了他 因为家带吧 他并不是像这个有的人讲家带 说过五关斩流架 天天就是打打杀杀 家带轻易不打仗 谁要说把家带讲的拿刀呱呱砍人 那是为了剧情需要啊 我不黑任何人啊 真的家带不是打仗的人 你查北京大小资料 你问问北京流氓 谁要说家带拿刀上去砍人 你马三正常啊 那那那大象西里面大象都是 白小航那请 那马三 那家带砍人 那家带媳妇都不高兴了 我家家带干啥那么砍人呢 那是我们家家带吗 真的家带不打 这时候这时候的勋哥一听 说你妈比家带 是混挺大 他也不打仗 整天今天呢 我给他面子呢 让他兄弟都走了 还要砸我店 人家勋哥就不干了 他不怕家带 电话扒 就打给家带了 家带这时候在深圳呢 罗胡呢 一瞅 哎呀金兽勋 喂 哎 兄哥你好你好你好啊 家带啊 咋个事啊 咋去了 兄哥 你看啊 我刚才你说兄弟马三 该我这家惹祸了啊 也破坏规矩在先吧 对吧 对啊 不解决了吗 解决鸡毛啊 我给你面子 让他们走了 回手马三领他们一百多人 靠你妈的 要砸我店 啥意思啊家带啊 啊 我这给你面子还给 给干啥了 不是 领一百多人 啊 流氓呢 啥意思啊 一百多小年轻的吗 拿狗吧 现在没证了 你咋整吧 家带 赶紧给 就把他打电话整走 我跟你说家带啊 你别说我 不高兴啊 后果你自己行 不是那个许哥啊 你别着急 家带脑瓜非常够用啊 因为做声音 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出 到深圳啊 做这个卖收音机 录音机 你就做第一批 电子表 你就发家了 家带很有钱的 北京第一批导演 脑瓜聪明 还一想 马三哪有那实力啊 北京他把马三打仗 找二十人不错的 不是 轻哥 你别着急啊 我兄弟马三不可能 但是我分析啊 另有别人 谁呀 你听我说啊 咱们这关系轻哥 该说不说的 你听给面子 我也感谢你 但是你打的人吧 我刚才问了 有谁呢 有这个什么金利 老黑夜 引力豪 还有徐老五啥的 都基本干啥的呀 哥 我这么跟你说吧 这个 这里面啊 老多说的了 这几个人啊 都是一个 哥们的这个 大哥的这个手下 你打错人了 我估计那个大哥 不干了 找你了 这个大哥呀 我得提醒你一下 这个大哥 有些身份的 他谁基本身份 能啥的 他这要啥我电 他出牛逼 不是 他是这个 北京这边玩 但不是北京人 他最早老家是东北的 但他爸爸 是这个 这个海南 海南那边的一把手 海南王的儿子 是这么回事 啥 海南王的儿子 当时金烧巡也听出来的完赖 他说你妈这是碰着茶子来 那海南王绝对够用了 在他面前 你说的是谁呀 这个人叫杜成 我分析他肯定在那呢 我不用去 我在深圳我都能知道 杜成要能找三五百人的 指定找崔之广了 丰台区 崔之广也在楼下面 崔之广 丰台那笑 对 你看啊 你打我兄弟都无所谓了 我就不挑你啥哥 我还得赔偿你钱呢 但是你打这个杜成的兄弟 那你不能干 还有一个呢 河南的这个老家过来的 叫吴双宝 这比也挺牛逼 也有他的兄弟 那个老五是他的兄弟 他是谁的兄弟呢 他亲哥是这个叫五哥里面的一把手 这俩大哥应该是 我操你吗 这个当时金钞勋讲话 这不沾包的吗 小五哥的这个弟弟 这弟弟 那宝哥的亲哥的小五哥一把手吗 这么回事啊 那个操你吗 那咋整个 没事 那个杜成啊 跟那个吴双宝跟我特别好 这么的兄弟 你也听给我面子的 提刚晚上没事 那个我现在 我给成哥打电话 我看看啊 因为我们处理不错 差不多呢 不行我做个中间人完了 我把他电话给你 你们谈谈呗 啥事不能谈呢 他打错人了 他们也有错 大不了道歉赔偿点呗 也只有如此了 加戴啊 那麻烦你了 这弟不拉音了 没事 那个我现在打电话 我问他啊 那么咋回事给你回电话 好嘞 加戴拿电话 就打给杜成了 他猜对了 那指定是杜成的宝哥来了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吗 杜成在门口 这时候人家妈催着网 说成哥开咋吧 等鸡毛的 等会儿 又吵了 加戴拿电话 哎呀 啊 带哥 你看杜成管谁都要走 带哥 广哥啊 利哥 他挺客气 带哥 因为杜成70年出生 我79年 那老天啊 批我大九岁刚 你想想当年他刚多大 啊2002年刚多大 三十九岁呗 哎 带哥 咋的了 承哥 你是不是上金沙水会门口的 要砸一店呢 哎我擦 没人打电话都知道了 马三跟你说的 不是啊 不是 承哥 马三没跟我说 刚才老板给我打电话了 一年 老板找你了 是 那个老板呢 在北京城也行 然后跟我也挺好 我去那个玩吧 都给挺挺给面子的啊 我确实确实说实话 欠人情的 承哥 你看能不能给我个面子 啊 先别咋 我让老板呢 下楼跟你道歉去 跟你这个唠一唠 啊 不行赔偿点啥钱呗 道歉找回面子呗 那都城 该说不说 在广东 深圳有事 全是家带出面呢 啊 那左串江连都没找 帮他打仗啊 不能外面 行 家带啊 这就是你打电话啊 北京城任何一个打电话 绝对不好使啊 他跟我单说肯定干的 啊 这么的 你把我电话给他 我跟他唠啊 哎呀 谢谢啊 承哥 好好好好 家带就是个压尺的人 你看要换别人 可能越南 可大 家带把事压下来啊 打电话又给那个 兴哥 哎 哎 兴哥 那个你在楼上面 我没有啊 我在外头呢 这么的啊 我跟城哥说完了 我还有点面子 你抓紧去 跟城哥 唠唠 你先把电话给他打一个 然后摆个态度 打不了 道歉赔点钱 啊 城哥也不至于跟你一样 啊 行啊 啊 我记住了 哎 再提醒你一下 他爸是海南王 千万千万 别沾包啊 那边那个 无双板更厉害啊 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金绍勋拿着这个 城哥的电话 这时候城哥就接了啊 哎 哪位啊 谁啊 你好 哎 是不是这个叫杜城啊 我是啊 你好 金沙水会的这个老板 我姓金 金绍勋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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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好啊 哥们 那个 你把我兄弟打了 你看看 你在哪呢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那个 小哥 我这么呢 我现在往回赶 二十分钟到 你等我一会儿啊 你千万千万别砸我店 不至于啊 那看看我心情吗 别别别别别 别点啊 这么那哥们 你说你砸了 咱们金沙水会 在北京城朝阳 也别说不是最大的 差不多 你再砸了 我找找人也翻不上啊 再找人啥的 其实眼睛话里话外吧 又软又硬 你砸了我也有缘 我找找人 不是一回事吗 别砸 其实他内心也行 我这么大个买卖 如果一旦被砸了 挺丢人你知道吧 就即使你过后能熟 杜城挺丢人 所以杜城一听 行了 等你 金沙水会老板 在外面开车 马上往回赶 这时候杜城 瞅瞅 你妈别在这等干啥 惊了 杜城一白手 那刷瞬间的 杜城吹着广 他们瞬间 这一百来人就进大厅了 金沙水会 大 一般地方装不下 站地面积一二三楼 是一万多平 大厨老大 爬去这大厅 保安服务员不敢来 你瞅 这这这 哎我操你了 直躲啊 大厅有大沙发 大浴缸啥 那种大八台吗 八台四个娘们站那 城哥八天往那一坐 挨在八台上啊 真有气势啊 城哥讲话呢 操这娘们 瞅啥呀妹子 没见过帅哥啊 在那喝的 哎 先生 你看这个茉莉花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 啊 那个 轮行不 对吧 喝吧 啊 妈 比环境挺好 没来过 哪天来玩 兄弟哈哈 里的 在旁边都站 啊 打了黑 他们没人做 都站 那你看 他们刚做的嘎子 也就十分钟 外面来了一辆 当时该说不说 一辆豪车 歇辆满的 我不认识的啊 我在现场都不认识那个表 啊 反正挺漂亮 好像马沙拉蒂之类的 卡 就停门口 啊 金少勋大哥下车 也得有气势啊 带俩司机呢 就先玩一保镖吧 就往大厅里一进 等他一进 啊 一瞅 我操你 密麻麻 这帮也 这帮比较的 摧着广的兄弟 都拿着假的事啊 棒了 别搞的 心里也是咯噔一下 啊 笑呵呵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 哪位是那个 啊 那个成哥啊 杜成翘完两腿 这时候他的兄弟也下楼了 得知他回来了 就这个老板啊 就这个经理 刘经理啊 包括这个崔剑都下楼了看场 哎 一到大厅里也看着 哎 他爸也坐沙发上了 杜成一瞅他 嗯 你好啊 我姓杜 啊 叫杜成 你好你好 金少区 你好你好你好 哎 杜成爸跟他握下手 杜成讲话了呀 你看吧 哥们咋处理呀 家在打电话 不能不给面啊 我听说咋的 我兄弟被你们兄弟打了 还就包钱了 我擦他妈 包三万块钱的啊 那三万块钱咋回事啊 那不嫖娼花两万吗 咋电视一万吗 啊 就包钱了 哎呀 八台啊 拿三万块钱 快快快快 八台那你得递了三万块钱嘛 哎 金少区拿三万 往他渡成这个茶几身一放 啊 包啥钱包钱呢 扯淡 我在家不能出这事啊 这样啊 诚哥 放得嘎的 啊 你年龄比我小 我叫你声诚哥啊 我跟家带也不错 诚哥这么样啊 那个你给我个机会 咱们那给你道个歉 然后诚哥啊 那个以后来这港的必须有面啊 诚哥 不好意思啊 我这小的不懂事 我在家不能出这事 其实这态度老铁 相信一般人不会难为的 但你妈 比杜成跟宝哥这逼 不安排到出牌 到哪个输钱 就往回药 不给就揍啊 就砸 他不讲个理 杜成那时候老霸道了 2000年 就该该背景 杜成一瞅 哎呀 这就完事了 那你看诚哥 我今天是抱着交朋友的目的来的 你看你想达成什么心愿 你说我尽量满足你 行 交朋友行 后面杜成站的一个一个兄弟 金利老黑 包括装和徐老五 还有这边眼力豪 加马三 一个一个打那个B型 体验精彩啊 老黑还嫁过 看着我这五个兄弟了吧 看见了 看见了 我这五个兄弟吧 被打这B型 我得找个画面啊 好说好说 您只要不难为我这个店 不砸店 咱都好说啊 这样吗 只要我兄弟不追究过 咋的都行 你看看 让你家那个打人的人 就出来 包括什么打人的保安 参与了的都过来 跪成一盘 让我兄弟过过瘾 啊 这事就垃圾不倒 老天 你们说过分不 这个要求 从杜成跟宝哥 那个角度讲吧 这是一点不过分 但是要从老板 这个角度讲吧 他他妈太过分了 我这都已经 跟你这么道歉了 我做老板 四来岁 我金插水 为老板 也不一般人 完了 还给你把钱 退回来了 你这样跪下 打人不打脸 你这 当时 这个金插水会老板 这金绍勋 瞅瞅度长 就有点不高兴了 但也没说啥 那个 陈哥 你看 跪咱就别跪了 因为都是我兄弟 不管他们对 一错 那我也得维护啊 对不对 就像你维护你兄弟 是的 陈哥 再说了 也是你兄弟先 那个违反规矩 在先 我们金插水会 也不能弄弄完 管他没啥毛病啊 是不是陈哥 然后今天 我是来交朋友 陈哥 你变难为他们了 你看 要实在不行 那个 我赔偿点钱也行 打人不能白打 陈哥知道 我知道今天 我替天罢人了 陈哥 你就说个数 打人不能白打 我赔点医药费得了 别让他跪了 那么大人 是不是 没毛病吗 又 都长吵的 不贵啊 不能贵 不贵行 不贵 赔钱呢 认赔啊 认赔 五个人 一人二百万 买一千万吧 买一千万不难为你啊 多少 五个人 你叫咬我呀 一人二百 买一千吗 我操你妈 金插水会老板一听 这师大还有 太开 就说白了啊 要一共要百八十万都能给 这 我也是打一顿泡子 我兄弟还打那别样呢 你要一千万 太狠了 说那个 陈哥 我兄弟 也没啥毛病 你兄弟先挑个事 然后破坏规矩再写 然后 然后我兄弟受伤了 也挺严重 有几个小子 手筋都砍射了 啊 你们这帮兄弟 有战斗力啊 其实我是吃亏力法 陈哥 我真想交朋友 今天呢 陈哥你给我个面子吧 然后这一千万太多了 金插水会一年 能挣几个一千啊 陈哥 要百八十万的也行 百八十万的 我就我就不打笨 陈哥 我跟你拿 你看你给我兄弟打了 我拿一百万都行 陈哥 但一千有点多呀 他不知道他打的这些人是谁呀 老铁 其实也不多 引力豪上海洋强队队长 金力大 金力严 你改他们广州直接有大酒店 有赌场的 人资产商议 啊 说白了 虚老虎改装盒 那多牛逼啊 装盒啊 啊 改装盒都不用杜城 人直接就给你砸了 其实就马三面点 没有面人啊 老黑穷点啊 老黑收保费出身 没大钱 你打他们 金力 你改你改大 你改上海 你要二百万 人都不能干 实话 就是站在立场不一样 咱开车创人了 可能你赔一百万 就要挺多 那对面厂长 一年挣一千万 你就不干了 对不对 这杜城一听 哎呀 你刚才还说认 这太多了 不废话啊 我今天心情好 我给家带面呢 要不拿这一千万 要不就跪下 啊 打人的人都跪下 不难为你 就得两点你选一条 我不废话了啊 别这么撤骨头发 这时候 这个金绍勋 有点鸡了 金绍勋讲话 你这不他妈 登敌散脸吗 你拿我当基本一般炮呢 咔了呢 人能在北京 开那么大的 战术 占地一万瓶的 这个啊 金沙水会 而且我说 他爸还有点背景 那一点呢 人也不一般 就是严谨 他们去都挺客气 给你 站起来 杜城兄弟啊 我今天我抱着 这么大的诚意 我来给你道歉 把钱也退回去 我说拿百八十万都行 你师大开口 张嘴要一千万 啊 是 我这干有点毛病 但是毛病在你兄弟身上 啊 你要这样杜城行 今天呢 咱不落赔偿了 杜城一丑 怎么着 来 崔健呢 来来来来 你们谁打人 来来来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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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健一丑 看场上大哥一丑 啊 大哥 我打了 保安那边 后来 哎 我还有我 我也打了 我也打了 站出了二十多人 啊 金少军一纸 保安你们回去 往后退 没你们事 来崔健 来来来往前站 崔健 丑手 又不知道咋个事 又往前站一路 啊 老板 来 我兄弟他打人了 承认了啊 这天保安一样的 他是保安经理 来 杜城 你牛逼 今天你把他打死 啊 牛逼你把他打死 消祸的算你牛逼 啊 你也别说牛逼说 打我的啊 你别说一票钱 我一百年不给你 你把他打死就完事 啊 你牛逼打死了 谁狠 人家玩了一招狠的 瞎象棋讲话 将军 来 你打死他 那谁啊 崔健呢 你放心 你死了 你老妈还有你媳妇孩子 我照顾 不在家里吃坤的 崔健讲话 那我大哥实力 我知道啊 崔健得气人啊 往前一站 来吧 牛逼打死我 来吧 整死我 牛逼整死我 别急不吓我人 来一百转 能咋的 差别吗 外面小会 来来 整死我的了 带枪吗 兄弟 带枪吗 杀过人吗 来 整死我 快点 快点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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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